詞曲 李宗盛 第七篇 黎陽 第39則 人有禮則安 無禮則危 二解 禮是用來制定人與人互動關係的規範 禮不僅是狹藝的有禮貌 而是在實際生活當中 要適度地節制自己不當的行為 因此 只要我們遵守各種禮儀規範 風俗習慣 法令規章 處處尊重別人 則別言受人歡迎 與人和睦 平安相處 反之 不能遵守各種禮儀規範 則處處會有障礙 便容易發生危險與爭端 故事 禮相往來 在某個鄉下的一條街 兩邊各開著一間雜貨店 因為性質接近 因此競爭非常激烈 所以彼此仇恨好心 彼此不相往來 後來其中一家的老闆成了佛教徒 他去問法師說 疾到障礙是學佛的大忌 我現在仍然會疾到對面的老闆 不知道應該怎樣做 才能消除這種道義呢 法師說 當有顧客去你店裡買東西 假如你店裡沒有 那你就叫這位客人去對面店裡買 這樣一來慢慢就會好 那個老闆聽了之後點點頭 隔天就照著去做 過了沒多久 對面店的老闆 遇到自己店裡沒有的貨品 也都將顧客介紹到他的店裡來 從此兩家雜貨店的老闆就言歸於好 由這個故事 使我們了解到禮記所說 禮上往來 往而不來 非禮也 來而不往 亦非禮也 人有禮則安 無禮則危 故藥 禮者不可不學也 只要我們託開心量 時事為人著想 並且禮上往來 於回禮的時候不忘多戒一些 則處處必能常遇貴人 逢空化吉也 實例 請勿大聲勸話 我們如果到歐美地區旅遊時 一遇到大聲勸話 招搖過街的旅行隊伍 回頭一看 十至八九 往往是華人的旅遊團 因此 在法國聖母院 就以中文告示牌寫著 請勿大聲勸話 真是令我們 慚愧不易 在在都表示 我們缺乏教養的表現 實在應該依照日常的生活規範和禮儀 來培養自己高貴的氣質 自然能夠受到別人的歡迎 進而改善自己的生活品質 引申 禮節與教養 目前西式教育盛行 好多人對長輩 師長 以及父母都直呼其名 這個是儒家禮節所被委的 禮節能夠區別專備襯疏 使人更注意細微的言行 以及內心的感受 更可以讓人民的教化深入人心 提高人性中良好的德能 禮 講究的是自卑而專人 從小儲養成謙卑的心理 才能克制浮動的情緒和滔滔私辱 因此 吾人若果有禮節 言語舉止應對得宜 方能顯示自己是有教養的人 因此 我們不要嚴禮太麻煩 覺得做起來別扭 好 就一味捨棄反對 因為人心本來就是複雜多變 必得以細利的禮節來調理身心 處處為人著想 才能夠養成雍庸大方 安場的氣度和教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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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